喉嚨還是卡卡 但前一晚解隔離已經快篩音 莊仁翔回歸開記者會 反觀陳時中還是兩條線 其他展疫成員薛瑞源 王必勝 已經康復上班 石松良 也將在二十三號出關 而本土疫情趨緩穩定 單日五點二萬例 持續下降 短期目標先憑五萬例以下 但死亡個案一百七十一例 並不低 十九歲個案 有心血管疾病 抽搐 吐血送急診 發現腦內出血 術後一週有嚴重敗血症 惡化死亡 不過死亡的主因主要是因為這個 自發性的腦出血 死亡最年輕的是四歲女童 發燒抽搐 診斷腦炎 緊急插管用呼吸器 治療期間發現多重器官異常 突發性廢除血過世 還有一例九歲男童 確診康復後一個月 又燒到四十點五度 及凝血功能異常 是國內第十三期 MISS C 好在病況已經改善 今天或明天有可能會列為我們的法定傳染病 臺灣同報疑似喉鬥案例 個案到歐洲出差 雙手有水炮 雖然檢驗排除 但避免喉鬥入侵臺灣 將列入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必要時也得隔離治療 三連新聞新聞想參加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